大陆研究船远望5号原定12号要在斯里兰卡的赫班托达港靠岸 却一度遭到斯里兰卡拒绝 当时报导认为是美国和印度从中阻挠 大陆虽然宣称远望5号是研究船 那路透社报导游望5号其实是大陆新一带太空监测船舰 可以监测卫星火箭和洲际单道飞弹的数据 加上赫班托达港已经在2017年租借给中国大陆99年 作为偿还贷款的一部分 这也让印度更担心大陆会借此监控印度海军的基地 只是政府财政破产的斯里兰卡外债总额已经达到510亿美元 其中大陆是最大债权人 债务粗估高达50亿美元 斯里兰卡想获得财政上的纾困 当然无法得罪北京 更况大陆的斯里兰卡陷入经济危机后 还主动伸出援手运送千顿百米到斯里兰卡就集 所以在斯里兰卡的资金和资金 在这段时间非常重要 毕竟在斯里兰卡每10个家庭就有9户得饿肚子 他们有着无法和大陆交恶的苦衷 美国和印度的要求斯里兰卡显然只能当耳边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